官方發布的資料 他還是要上網查一下 我們也都當過候選人 那個幕僚還是要 聘一些比較專業一點 老先生認為你在畫大餅 那柯文哲說 您跟幕僚團隊 好像不太會Google查一下資料 大家在競選 就要提出願景 我想願景不是畫大餅 相信他要批評別人 自己恐怕要請幕僚 把資料提供的正確給他 你好 歡迎收看新聞面對面 我是謝忠 好來一開始為您介紹 今天要請到的特別來賓 左邊第一位 抗受罪的立法委林俊憲 各位觀眾好 資深媒體理工男黃創下 大家好 右手邊為您要請到 新北市議員月圓芝 大家好 資深媒體陳東豪 大家好 另一邊為您要請到的是 政經學教授范士平老師 大家好 時事評人李正浩 大家好 好 那國人大家都關心這個禮拜 非常多一些面向的事情 包括柬埔寨一些事情 救援到什麼樣的程度 因為過程當中林俊憲委員也有 在裡面著力非常的深 好 那可是除了這個以外 大家會把這些點點第一 包括夏立元到了中國大陸去以後 那如果出關以後 又會是什麼一些情景 這些大概都會到就 整個點點第一落在選戰裡面 最實際的好 那有一個網路文書記直接講說 如果照現在評估藍營 大概在未來二十二個縣市 會不會拿到十七比五或什麼好 這個是一個數字 但如果把他落實到真正選戰裡面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選戰裡面現在搶得最兇的 台北嘛 那當然桃園 尤其台北重重重重 又是首都撒嘎都打成這個樣 而且你最近會發現 陳中不管怎麼打 他就咬著柯文哲打就對了 那柯P自己也講 你就是要把我打成第四組 然後把陳北齊打成第五組 現在離選舉生九十九天 所以綠藍白通通都全力衝刺 那綠軍是真的很會選舉 然後很快的呢就把那個林志堅的戰場把它拋掉 拋掉之後呢 蔡英文發動一個新的主戰場 十八歲公平權 然後呢 陳時中呢 也把林志堅這個戰場都把它拋掉 然後全力主攻回到他一宣布參選的那一天 那個主軸台北市停滯很久了 所以看到陳時中現在打法呢 很有節奏 固本已經沒問題了 固本完畢之後開始要擴張 擴張首要目標 所以你會看到 先是內湖的交通 再過來是大巨蛋 再來是都更的特戰隊 全部就是胡云哲一個 台北市是不是停滯很久了 而這停滯很久就是他的主戰場 而這主戰場當然每一個呢 他完全掌控了議題的主導權 不用等著柯文哲來跟你炒防疫的架 而是天天丟出來 你柯文哲必須去面對 然後柯文哲就出來那邊 苦手說啊酸說啊 好像我是第四組候選人啊 陳佩琪是第五組啊 可是其實柯文哲也是心裡很高興的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本來就怕自己沒有戰場嘛 然後現在這個時候你要把我當戰場 我也來當戰場 反正柯文哲穩賺不賠 因為黃珊珊本來現在雖然是支持度很接近 可是看好度就是落差一截 那落差一截所以黃珊珊上了 柯文哲自然可以收功勞 黃珊珊就是後來隱恨 但是柯文哲也沒什麼傷 但在這個過程中呢 選舉這個台北市最熱的這個選舉裡面 他變成民進黨的首要目標 他就可以拉抬他的聲量 他已經在為2024的軟身做軟身了 而且呢他會講說我是第四組候選人 陳佩琪是第五組候選人 他已經是在為2024那個選戰攻防打預防針了 因為民進黨會打他的 現在就先去預演一下嘛 那如果演得好他就繼續演 如果演不好就做以改進 所以其實對柯文哲來講當然也沒問題 然後這次綠白都是往前衝 然後藍呢也拼拼的往前衝 衝在哪裡呢 其實網路溫度計通常都只講看好度 對對對 那個支持度還是有落差一大對 但是藍的是自覺墳墓也在積極進行 你說往中國大陸衝嗎 往中國大陸衝啊 完全跟臺灣一樣而且你好好的被隔離就被隔離嘛 我們本來就已經很擔心你在隔離的過程中 會不會天天只是打開電視在隔離旅館裡面看到都是央視 已經在被接受再教育了 你還要跑到荷蘭那邊去跟人家視訊會議 要九二共識要反對臺獨 雖然他是領主家 可是那也是你朱立倫派去的人 所以國民黨在自覺墳墓也在加速進行中 現在看起來的話 這個禮拜你看到大家打的議題 正好包括大巨蛋議題包括連三加十一的那個要不要拿出來啦 這些所有的棒球場 連新竹棒球場也跟大巨蛋都扯上關係 其實所有這些大家攻防進到九十九天以後 就是肉博站啦 這個肉博站 他會不會到最後來看的話 這個肉博站最後出現那個結果 會發現那個候選人包括連柯P大概都在其中一個 而所有這些打到最後目的都只有一個啦 氣保的時候當然是氣你不要氣我啊 當然是氣他所有票都到我身上來就好啦 我覺得先講一件事就說 陳時中我覺得陳時中的議題能力打的 真的是很準 我覺得不是民進黨很會選舉 是陳時中背後那個團隊很會選舉 他從內湖交通大巨蛋到都根 而且都打得很準 像大巨蛋其實他不是講大巨蛋有弊案 他講是大巨蛋不能打棒球 這件事情是真的是直指核心 就是說有些議題是這個 有些議題操作起來 他的核心議題可能是公開透明有弊案 可是有感的議題不見得是弊案啊 對於臺北市民有感是大巨蛋搞到最後變 Shopping Mall 不是打棒球嘛 可是臺北市民會覺得說 我不缺一個Shopping Mall 臺北市新一大堆百貨公司 你多一個百貨公司對來說 我沒有感覺我的城市光榮感有提高 可是如果臺北市東西有個像東京巨蛋一樣的話 那感覺是不一樣 可以打棒球 然後可以辦國際比賽 然後可以辦演唱會 這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他大巨蛋 然後都根等抓的是非常非常準 可是有件事情 大家要考慮到 就是說為什麼陳時中這議題打出來 其實是因為林志堅退選 在林志堅沒有退之前 陳時中其實在那一週打內湖交通 我覺得打得很準 結果呢一二 禮拜三臺大宣判林志堅的論文 是這個這個抄襲之後 全部議題都被吃掉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民進黨 最後覺得說林志堅應該退的主要原因 就是說林志堅這東西 他不只影響到自己選期 還會連帶讓譬如說陳時中 甚至包括林佳祐要往後追趕的時候 那個追趕的議題出不來 所以確實看到林志堅一退 這議題就慢慢出來 你剛剛的意思就是說 那個外議 他不見得那個外議 叫做直接票數的外議 可是在過程當中 所有議題都被淹沒的時候 對他們來說一點好重 我在節目裡面就講說 林佳蓉天天喊著對著侯友一喊 什麼做好做買 也沒有人理這件事啊 你剛剛講陳時中也許過程 還打過其他的 但有沒有人知道啊 包括上禮拜五 你要急著跑去 跑去要輔度啊 要去拉票 你要再中和要跑 但是當林志堅一宣布他要退 對那個議題也全部都被掃掉了 他都這個樣啊 對可是可是對於民進黨來說 這個外議是分兩個 一個是說讓民進黨 大家去護航林志堅論文 喔政黨習近平會下降 其他候選人制度年代會下降 這是一個外議 另外外議是說 因為大家討論議題的時間 是有限的嘛 像我們節目就是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如果剛才我就要討論一個半小時嘛 他就是緊繃了 所以其他議題沒辦法露出嘛 林志堅一退之後 你看很多議題慢慢都露出了 甚至包括侯家軍昨天講錯話嘛 戴湘怡講出話 他說這個侯友宜參選二零二四 不算落跑 其實坦白講在論文案中 這個議題一定會被忽略的 可是因為論文案過去 所以民進黨就抓著戴湘怡這句話說 原來侯家軍侯友宜早就想落跑了 侯家軍在幫侯友宜帶風向說 二零二四年選中的不算落跑 所以這議題都慢慢出來了 這都是民進黨認為好的方向 那另外一件事是柯文哲的方向 柯文哲昨天假生氣啊 說這個陳中把我打成第四組候選人啦 陳佩奇是第五組候選人 你要拜託 那你也可以不回應啊 你就愛回應 你就愛回應 然後怪人家說什麼 把他打 打成 打成第四組候選人 這搖整個小子啦 你自己也愛 自己也愛出來嘛 你自己也樂於當第四組嘛 還在那邊抱怨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的話聽聽就好 那最後大家會談會不會棄保 棄保只要談一下整個民進黨 在臺北市的盤大概是哪裡 因為最近有個這個前臺北市市長發言 就叫陳水扁 陳水扁說這個臺北市民進黨盤 大概三十六到四十二 其實這個判斷跟鄭文燦之前受訪很類似 鄭文燦我記得也是說三十七到四十出頭 其實這個我這個東西我認為是準的 因為其實你一路看 從過去歷次參選 陳水扁自己拿四十三 然後第二次拿四十五 但因為這是一對一 你可能還不見得準 可是呢包含李議員最差都拿到三十五點八九 所以這就是第一標 他們認為民進黨在臺北市這怎麼樣 破盤就是三十六 這是第一標 因為他對他超強的馬英九 這沒話說 然後呢 宋楚瑜對謝謝陽庭拿到四十 然後呢 柯文哲 姚文是丁守中 他們認為這個不具參考意義 因為呢是邊投票邊開票 有非常多民進黨的朋友 自己後來說他當下看到開票 覺得說這個丁守中可能要 他們覺得說這個丁守中可能要贏了 趕快把雅文這票灌到柯文的這邊 是蠻多民進黨朋友就是親身體驗告訴大家的 所以這個東西他們是基本上不列入考慮 但我也不認為民進黨在臺北市的盤只有十七 這件事也不合理 所以呢第一件事情先確定 民進黨在那邊盤是三十六到四十出頭左右 那我之前就講嘛 陳時中只要拿到民進黨基本盤三十六三七三八 他的利於不敗吧 因為撒卡度三個差不多強 可是陳編編提出一個 跟大家比較不同的論點 就是說他認為黃珊珊最後會被棄掉 那黃珊珊會被棄掉 我覺得他就是會攸關於是說 對於萊英的支持者來說 黃珊珊修理民進黨修理的比較爽 還是蔣萬安修理民進黨修理的 讓我覺得比較爽 這是情緒上的動員 他已經不是施政了 我說在棄保那一瞬間 我談的一定是情緒上的轉移 他已經不是說 我看到黃珊珊這個政見 我覺得比較吸引我 蔣萬這政見不夠吸引我 那所以說我會投黃珊 不是 這是在選前就決定的 透過政策理性的抉擇 棄保一定是在最後那一瞬間 是情感上的選擇 那情感上的選擇會出現 如果是棄黃珊珊的話 代表是蔣萬攻擊民進黨 讓萊英的人覺得哇 這個人太好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蔣萬最近 稍微言語比較酸一點 是炮火比較猛一點 我認為某種程度 也是在為棄保去做布局 可是反過來說 認識黃珊珊的人 都知道現在的黃珊珊 不是黃珊珊 現在黃珊珊過於低調 他以前當事員是非常強的 而且也是從律師性格出身的 他很多議題都很尖銳 所以我認為黃珊珊請辭之後 因為他好像是博覽會開幕完後 他就要請辭了 但這個請辭之後 我認為黃珊珊會蛻變成一個 全攻擊型的黃珊珊 那那個時候我覺得選單 就會開始變得越來越精彩 越來越有趣 可是正好你剛才講的 他會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那個攻擊綠營的 那個力道一定是柯文哲最強嘛 對所以有很多黃珊珊的支持度 大家都說是因為柯文哲打綠軍打到 他已經變成反綠非綠大聯盟的盟主了 所以有很多藍營的票 他們覺得被拉 這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蔣灣 也是因為這樣最近變得比較兇 這是一個 那柯文哲這樣的一個攻擊藍軍的這些力道 會不會全部轉到黃珊珊身上 那要看黃珊珊宣布參選以後 他能不能夠自己的力道也持續下去 但是另外一個在選舉投票 大家知道選舉是最後投的那一刻 那個Kimoji的問題 那個Kimoji會是什麼 就是你剛講陳忍扁社長講的 或是二零一八年內 這次丁守中你剛舉的那個例子 很多綠營的是到最後那個 因為看開票嘛 然後覺得丁守中可能上 那個就是所謂的仇恨值 他們寧可讓 他們那時候也不太喜歡柯文哲 但是比較起來 我說什麼 就只是不要讓國民黨的人上 小英後來不是最後講說 只要不是國民黨的候選人上 其實也就勉強大家都可以接受 那因為這句話 綠營的人再怎麼樣 我不要國民黨上都可以 所以最後除了前面那個攻擊 綠營的力道 誰比較強能夠拉到藍軍的票 可能這就為什麼大家都在講看好度 對 到最後投票前幾天 你聞到那個kimoji的氛圍 如果覺得陳時東很可能會上 會不會所有的萊營的人 那個時候的仇恨值出來 那沒關係 就算你過程攻擊綠營比較爽 可是你大概就是不會上 那沒辦法 我的策略只要不上 不讓民進黨的人上都可以 那比較起來那就講萬安吧 萊營會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這是一件事 那大前提是說這個蔣萬安在選前 民調跟黃珊珊有明顯的差距 那這個時候才會出現 可是我覺得如果黃珊珊變成完全體 然後攻擊民進黨攻擊的非常非常兇的話 蔣跟黃的蔣不是蔣跟黃 蔣萬安跟黃珊珊的差距是拉不開的 不是蔣跟黃是議長 蔣跟黃是新北市議長 所以蔣萬跟黃珊差距是拉不開的啦 那你當然拉開了 我認為最後就是會氣跑過去 可是如果沒有拉開 就回過頭來就變成我講的是正三角形 那正三角形最後要氣的時候 還是要回歸到心理層面的依歸啦 就是說因為都差不多 我舉例今天蔣萬三十三 黃珊三十 那沒有什麼我氣黃珊珊保蔣萬的問題 兩邊都差不多嘛 都在誤差範圍之類的 或是說差三趴五趴 對於他們來說 其實就是誰選上之後 可以制衡民進黨 誰選上後可以修理民進黨 對於那些仇恨子來說 才是真正重要嘛 所以蔣萬要避免被氣保 或是說希望操作氣保 讓黃珊珊票到自己身上來 還有大前提 打鐵還需自身應 你自己一定要理先到一個程度 後面才有被保的可能嘛 否則搞不好 最後就是被氣的可能 那范老師最近看起來的話 柯P除了他自己就講說 對民進黨現在反正就要把我打成第四組 陳佩琪是第五組 那可能柯P最近的一些事情 包括連市府一個實習生 大家都會拿出來討論個半天 打大巨蛋 憑良恩講 不是單純這樣 你看大巨蛋 大家講的不是大巨蛋問題 是說八年以前 你說那是五大彼岸之首 結果後來呢 現在 所以他們要為什麼成功 要公布檔案 意思是說 我怎麼知道你跟財團 談的過程是怎麼樣 講到實習生之前 其實也不是單純要講那個孩子 對孩子無辜 關孩子什麼事 但重點就是 你原來跟財團之間 大家這麼密切 其實都是要勾這些東西嗎 對我覺得柯文哲 他不想成為主角也很難 一方面就是很多事情是跟著他 例如說蔡碧如的論文 這個東西說得在千萬非為一筆 突然他的論文出現 那加上就是說 當初柯文哲對於 林志堅的論文批的非常的狠 因為他自己講那個Ugly 對Ugly 對 然後他說我是這個教授 這個論文很熟悉 然後他又跟簡蘇培在議會對嗆 那個火花 其實他是幫簡蘇培助選 對 那然後再來就是蔡碧如的論文 你就扯到他身上 再來就是這個實習生 這個也有一個 在歷史上也有一個姓柯的 也有實習生 柯林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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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記得嗎 那也叫財工實習生 大家還記得那個雪茄嗎 所以那個很大 所以想到實習生 我都毛骨悚然 那現在又來一個市政府的實習生 那據說這一位也是跟財團 背後他父母親也是財團界的 那很多人就批評說 你柯文哲過去說 你是平民從政 你是這個新政治 你過去你要跟財團切斷關係 你家族也跟財團沒關係 可是為什麼你上任以來 我看到就是像許淑華 他公開的講 包含他跟遠雄的關係 包含他跟這個鴻海 三創園區的關係 包含他跟華新立華 跟富邦的關係 跟旺宗的關係 跟閩聖醫院 跟台塑集團 甚至跟威京的關係 這集團很多 還有包含連星光的這個小公主 也是被他們列為不分區五星營 所以等等你說 柯文哲你跟財團的關係 並不如你過去所說的 是切得那麼乾淨 而且反而是更緊密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就變成說 他過去的這種形象 或他過去跟財團 好像是畢也分明的狀態 並不如此 那大家想說 如果你今天當個市長 你跟這些財團 都關係這麼密切的話 未來你當總統呢 那會不會更密切更緊密 你今天的市政府 都有這個所謂的實習生 那你到了總統府之後 你會比照柯林頓一樣 也有總統府實習生 那問題是這些實習生大家都知道 很多年輕人 他也很想能夠跟柯文哲在一起 他可能也不在乎那個薪水 他就是有一個資歷 這個資歷可不可以作為他未來 謀職或者去國外 身體學校的一個很好的工具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 那這個實習生的制度 是怎麼出來的 那我覺得 我覺得柯文哲 這些所有林頓總總 變成說 他即便想低調也很難 再來就是說 他本身就是一個遇到議題 他就很想蹭上去 就是他其實我覺得 他並沒有要把黃珊珊的選舉 看那麼重 他看重的是他自己 兩年之後的總統大選 對他要維持他那個聲量 另外他跟財團為什麼互動這麼多 就是因為他知道他市長到 今年年底就沒了 他未來要怎麼樣去選總統 當然也有財團支持啊 要有財團給他挹注啊 所以說他跟財團保持的 非常緊密的關聯性 那再來講賈王安 賈王安我們剛剛講過他很辣 大家都說他最近比較辣 比較比較辛辣 但是我們都吃過麻辣鍋的人都知道 好吃的麻辣鍋或者貴的麻辣鍋 他是不辣的 他是麻的 而且那個湯喝起來是回甘的 他不會死鹹的 那個湯是養生的 可是我覺得賈王安他罵的是很辣 可是他是一個廉價的麻辣鍋 就是很辣 但是你沒有回甘 而且你吃完嘴巴很渴 你要一直喝水 就是他沒有延續性 他的東西都是點狀的 例如說他前上禮拜 他跟一個港賢禮的里長 說一起抱在一起哭 說港賢禮里長說陳時中罵他 罵他們是沒有腦筋 說他們是無腦之人 這個新聞我問你 有延燒嗎 沒有啊 就是一天的新聞就沒有了 看起來就是那個里長罵陳時中 但是後來證明陳時中 並不是針對那個里長 他也沒有罵里長 他是針對蔣萬安 說你們批評我的內湖的交通等等 再就是說這個問題就變成他想操作 可是一下就沒了 再就是說你可以看到 賈萬安在很多問題上的反反覆覆 例如說他一開始他說 啊這個我們的這個夏令妍 夏令妍去中國大陸 是為了因為很多台商的產品 上面有標誌 made in ROC 他說這個東西被中國大陸海關 限制在被人放在倉庫裡面出不來 他要去協調 後來不是啊 他就說這個後來他改變了 他說這個 他們是促進兩岸的交流 然後後來又發言說 希望我們的副主席去對岸 叫他們不要再軍演了 這個地場上他的改變 或者說你說他在 他在這個公車的票價上 他七月十六號 他是反對公車票價調整 可是到了八月十二號 他又去了一個公車總站 他說未來的公車要 公車的票價要適時的調整他的運價 防疫成本這又改變了 後來他就說那個不是啦 那個只是要由市政府來撥款 來補助這些業者 因為油價上漲等等 就是你的反反覆覆 那我會覺得就是說 包含假安他未來很多的立場上 他要怎麼樣維持 例如說他說這個要網路預約公車 被這樣罵翻了 他說這個網路預約公車是針對 是身上人士老人家 他也轉彎了 然後後來現在也不太談了 那再來就是說他這個 上十四號的時候禮拜天 全國的這個藥師公會的會員大會 他本來要參加的 他臨時又不參加 因為可能小英去了 就變成他不參加 失去一個舞臺 所以我覺得說他在很多的立場上 他因為他瞻前顧後 變成就是吃這個也養 吃那個也養 結果就變成反反覆覆 大家看不出來 他到底的主軸在哪裡 不過現在看起來的話 如果真的講 因為最近講完 他就算不是從他口中出來 有人講到說黃珊珊的顏色啦 是不是就是從也是有新黨 然後那個清兵黨 然後小英他們也幫助過他選立委 類似這些 目的就是要讓萊英的人知道說 他其實不是我們一掛的嗎 他其實跟林俊憲他們比較像這一掛嗎 是要講這意思嗎 我跟妳講太客氣了 講完那個意思 他不敢自己講 他就說有人說黃珊珊就是綠的 你知道嗎 他就說黃珊珊就是綠的 可是講這一句話 那黃珊珊就因此變綠的嗎 當然不會 可是呢 我們那麼講 其實你要看他跟誰講 他選擇了中時電子報 然後呢 講黃珊珊是綠的 所以他會是一個最極度仇恨民進黨的一個收視權 觀眾組 你要看他跟誰講 他選擇了中時電子報 然後呢 講黃珊珊是綠的 所以他會是一個最極度仇恨民進黨的一個收視群 觀眾群 在中時電子報 在中的王中集團的這個收視的這些觀眾 所以他們是最討厭的 跟民進黨的 當然 你跟他講說黃三生就是綠的 然後再講說因為2016年的立委選舉啊 黃三生是跟民進黨合作的 其實這件事情 巧心早就在你眼書上寫過了啦 那蔣萬安是現在才拿出來講 那作用呢 其實是為了後面的氣爆 就是開始鋪梗 就是說 其實 對蔣萬安的 蔣萬安的選舉我覺得有點可惜 就是說他本來是領先者 領先者現在100天就開始要為氣爆而鋪梗 就表示 內部的民調上面一定看到一些不好的訊息 你才會現在開始鋪這個本 正常來講 領先者要做件什麼事情 領先者是要直接宣布說我要過50 三哈都嘛三國演義嘛 領先者的企圖跟讓人家覺得你有勝選的機率是說 我要過50 我比你們兩個加起來都多 氣爆 這種氣爆會加強什麼 抗好度 然後會讓本來就支持你的人呢 更凝聚 甚至會主動幫你拉票 好 那因為 講到那個司法寶剛好是100天 100天是一個重要的起手勢 100天 的起手勢叫做 紅334綠的 好了 那就是什麼 兩邊互相拉扯 那 氣爆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黃山現在因為副市長拉準 我聽說他的那個辭職可能稍微早一點點 也許在829 對差不多就829左右 因為829是登記的第一天 那黃山山到底現在怎麼動 說實在現在不好抓 OK 因為他現在是像潛水艇一樣很沈淺 陳時中的步調節奏很清楚 當 民進黨拆掉炸那個炸彈之後 林之間 其實不只是陳時中 各個候選人的那個訴求 慢慢開始浮上來 那天遇到吳思堯 他講目標 就是我剛才講的 衝過半 他們接下來綠營要喊目標衝過半喔 吳思堯就跟他講要衝過半啊 喊是一定要喊啊 這樣子才叫做那個 西瓜的效應才會出現 你如果 你如果不能取夫其喪 你就不能得夫其中 那你這個時候做這個事情幹嘛 就是讓他的基層 整個要能夠動起來 要有熱情 投票最後當然會有氣爆 就是說 三組候選人如果 我們在投票前一 最後一個禮拜的時候你發現是陳時中比較高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不能講民調 那麼 自然討厭民進黨的人之間會有一個流動 可是 還是 回到一個很基本問題就是說 那個時候的流動的 的那個趴數到底夠不夠影響 這涉及到你對對手 你的目標群的判斷 那陳時中現在越來越清楚 不斷的向中靠攏 那這個時候對蔣萬就有一個尷尬 向中靠攏的時候這個打法 如果 黃三生身上的是中間偏藍 OK 那你這個打法 就會出問題 現在看起來剛才東好講的就是我們常說射鷹打鳥 就是你如果目標要射老鷹 那你打不到老鷹你搞不好也可以打到鴿子吧 那打不到鴿子就打麻雀吧 如果你的目標就是麻雀的話 那可能就是打到地上的螞蟻吧 就會打地瓜 對對對 那就會變成這樣 聲音打鳥一定是這樣 可是現在看起來 蔣萬政有展現出這樣一個氣勢嗎 因為今天你看說網路溫度計所評估出來的 對藍營來講一定是心頭大震 但這個 我們平常講 這應該不會就是年底真正的結果嗎 一定要經過很多的努力嗎 一定是這個樣 可是如果真的看的話 從這個網路溫度計去看的數字 再落實到臺北這一帳 剛來賓時候講這些 你就對蔣萬來講未來策略要怎麼辦 九十九天 我先講一下這個網路溫度計其實他是一個預估啦 那他是因為呢 他們有大概有幾個指標 第一個就是網路社群的熱度 好感度 還包括就是這個候選人的粉絲團 以及他會參考民調跟那個選區的基本盤 就很多指標綜合有一個模型 所預估出來的數字 那這個模型有申請專利啦 那在幾次前幾次的選舉還蠻準的 所以他們這次就用同樣的模型來預估 可是因為選舉是動態的嘛 也許說明天投票 這個結果是對的 問題是選舉還有九十九天 所以他的變化一定是非常大 那以現在網路溫度計的預估來講的話 國民黨是可以拿到十七個縣市 六都裡面我們可以拿下新北台北桃園 恭喜湯主席 對對對 所以這算是大家很有信心 林靜妍可以回來了 恭喜朱立元朱主席 可以不用下台 那這個林靜妍是拿到 等等我補充一下 這個網路溫度計我是長期觀察 2020年網路溫度計 也有針對這個立委候選人 做這個調查 這個全台灣立委候選人 熱度第一名是小弟我 小弟我 就我拿一萬多票 我拿一萬多票 有一段差距啊 距離當選有一段差距 我跟你講 真的新聞都還在 網路溫度計2020年 全台灣立委包含高家瑜喔 包含林俊憲委員喔 第一名是我 吳林俊憲在我後面 吳林俊憲跟蔣萬在我後面喔 這個也好厲害喔 全台灣第一名是我 那他有預估你當選嗎 沒有嘛 蛤 他有預估你當選嗎 我就講熱度嘛 對啦 熱度我第一名嘛 然後我在中和選嘛 我拿一萬多票差很多差很多 你這次又要在中和選 我這次也在中和選 在中和選 因為這次就很近了 這次就很近 所以就說我 我坦白講 網路的這個聲量跟限時還是有落差 所以他不是只有靠網路聲量啦 他還有看基本盤啦 還有看好感度啦 可能你聲量很大 但是好感度比較低 然後還有參考民調啦 就是很多指標啦 那我還是要把他講嘛 就是說民進黨是拿下 那個台南跟高雄 那其他除了六都以外的 縣市的話呢 像基隆好像現在很膠著 然後雲林也非常膠著 他那裡面是把基隆列到綠營那裡 綠營然後領先一點點 那雲林也只有國民黨領先一點點 那澎湖也是國民黨領先一點點 那他比較特別是苗栗的 苗栗他們是預估中東警會贏 那中東你現在是身分不明 他不是國民黨提名的 但是他是 他現在目前還有國民黨 所以可是如果這樣子 17扣掉剩下5個的話 扣掉中東警的話 民進黨剩4個 對對對 哇好厲害喔 民進黨5個啦 5個啦 就是南部包括 包括嘉義台南高雄 1個基隆 5個 國民黨恭喜啦 沒有 他預估但是差距都很 很小啦 所以我們不會因此自瞞 OK 那我覺得他預估的部分 比如說台北市 台北市我是這樣看啊 就是說 議題好像很熱鬧 每天都有一些不同的話題 什麼之類的 什麼 萊茵指控 陳時中罵里長啊 然後民進黨要罵 蔣萬安罵罵去 吵一吵去 但是問題是他沒有發生什麼大事件 那所謂的大事件是指說 比如說像林志堅的論文案 就是一個大事件 這個事件一出來對選情就很明顯的影響 可是 台北市是熱鬧有餘 可是好像每一個事件對於選舉的影響都沒有辦法撼動 所以呢 自從陳時中宣布參選以後 他的民調其實都 都是差不多的 陳時中 蔣萬安 黃珊珊都是呈現一個差不多格局 都不會有很大的變化 那我覺得 目前看起來 假設候選人本身沒有爆出什麼大事件的話 現在可以看見的大事件就是黃珊珊辭職這個事情嘛 那黃珊珊辭職到底是對黃珊珊的選情有幫助還是沒幫助 我覺得現在很難判斷 剛剛 鄭浩的意思是說黃珊珊辭職之後一定會變得很強 後會很猛 完全體 對 但是也不見得啦 我覺得啦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黃珊珊為什麼要拖到最後一刻才辭職 他8月29號登記 登記到9月2號 你不辭職也不行了 但他拖到8月29號辭職 代表說他在台北市政府這個位置他覺得很好用嘛 他可以參加什麼城市博覽會啊 他出去拜票有公務車或者是公務聯陪同啊 這位置很好用 可是一旦他離開了這個位置 他能不能保持這樣的溫度 能不能保持這樣子美光燈的焦點 不一定喔 我覺得不一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變數 那 蔣萬安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蔣萬安現在都是把重點放在路戰 所以他昨天有宣布一個 12區的行腳計畫 我相信蔣萬安他去到各個地方 常跟人家互動 大家一定會覺得很高興啊 因為他長得很帥嘛 然後也很親切 所以大家很高興 所以其實他現在是有點把重點放在這邊 那之前已經大概走了大概 剛剛他講了 根據他們說法已經 好像一兩千場了 就是基層的 所以他現在主要是靠這一點 可是我覺得空戰部分 他有一個地方 我自己覺得要稍微加強一下 就是說有關於政策的論述 比如說之前講那個預約公車 被大家笑 就說哎呀這個公車怎麼那麼密集啊 那麼密集的公車 如果上去的位置被坐 那公車司機不是還要幫他們趕人什麼 講一大堆 但其實後來發現根本 他講的不是這個事情 他講的是針對 比如說 從土城到內湖 這種比較長期的這種公車 如果比較弱勢的團 弱勢的人士 上車沒有位置坐 那他可能就坐計程車 或請別人載 那就會增加車子到內湖的機會 那就會比較塞 所以他要增加這種辦事 你講出一個重點 就是那個空戰 因為空戰他會影響到 包括所有的民調 包括什麼都會有影響 那個空戰 就怎麼會空戰打到現在的這個感覺 就想講 月空說如果真的這麼好 怎麼會到了今天要由你嘴巴來說出來 要幫大家解釋 當你看那個黃山跟陳中間打的 包括從大巨蛋開始打到那個都更 陳時中可以加碼 四年兩成 然後 八年五成 什麼加成這樣 黃山直接出來 摔倒 可是講彎在這方面 他就沒有 我就講 你下次講彎就直接出來 反正大家開支票 那我開的比你們還要上 反正你讓我當選以後 做不做得到 那你就等我選上再說啊 那可是他也不加碼 這些他前面有提過都更先 可是顯然人家打得這麼熱的時候 你沒有在這裡面熱火 然後那個議題焦點 就會被人家強調 這個空戰照理來說 他們應該要掌握很多 不能人家講一個他跟著打 對 我覺得應該每一天 就想一個議題 主動拋出來讓大家討論 那他現在比較像是 就是每次讀訪的時候 人家問他什麼他回應 然後這樣子回應方式 就很容易被斷章取義 比如說我剛剛講工程的東西 應該就開個記者會 把自己的論述完整講出來 不要被人講一句話 被人家挑著就打 這個狀況在以前 李梅珍參加高雄補選的時候 也發生過 他那時候不是提什麼 你把腳彎彎彎彎為李梅珍 不是 我覺得不要遇到那個狀況 比如說他講什麼海水沖馬桶 或是什麼藍木酒產業 丟個一句話兩句話 結果人家抓那兩句話來打 這樣我覺得就很大的問題 至於說會不會發生氣飽 我認為啦 因為其實黃珊珊 他也有吸到部分綠的票 就是民進黨的人 可是很討厭陳時中的 也是 可是他們這些人 投黃珊珊的綠營的人 會不會因為很討厭 蔣萬安 於是呢就覺得說 算了不要投黃珊珊好了 把票給陳時中 有沒有可能 這個看仇恨值 那以仇恨值的部分的話 陳時中是比較高了 以前民調顯示 陳時中仇恨值是34% 蔣萬安只有十幾%嘛 所以在綠營的人 沒有很討厭蔣萬安的情況之下 他們那個黃珊珊跟陳時中的票流動 我覺得就沒有那麼的 流動幅度沒有那麼大 可是陳時中仇恨值比較高 所以到時候如果大家認為黃珊珊的 當選機會不高 那投到蔣萬安的機會就高啊 這兩相比較起來的話 還是這邊來贏回流會比較多 我覺得回流比較多 所以蔣萬安的機會蠻大 其實我簡單講一句話 原子沒有那麼複雜 蔣萬安只要做一件事情 他就可以 就可以比黃珊珊抓到中間 中間去了 上你的節目啊 蔣萬安就是不要躲在舒適圈 你注意看他現在的訪問都在舒適圈裡面 舒適圈裡面的票本來就不是民進黨 你躲在那個地方那本來就你的票啊 你要上這邊的節目才行啊 然後不要要求一對一的專訪 你要讓不同的聲音進來 關鍵還是在中間選民 會流動的是中間選民 可是你在講訪案裡面其實有個狀況 那是更恐怖的狀況 是蔣萬安到現在為止 連本都還沒鎖固起來 沒有那麼差啦 所以他才會去忠實啊 因為那本來就應該不可能投給民進黨的票嘛 他連本都沒有 可怕這才是真的 我沒有你那麼壞 OK 接下來迪西中常委要說話了 就是你們大家剛剛講的 現在看起來的話 台北市大家覺得咬得最緊 而且平心而論啊 得台北者得天下 大家都想拿台北啊 一定就是這個樣啊 當然啦 但是我每次在 在我們這邊討論喔 不管是 許曉鑫也好 或今天我們 有時候是葉原子也好 每個人都在說 蔣萬安應該要怎麼選啦 蔣萬安就可以怎麼做怎麼做 都是小雞在搶救母雞 都看都感覺了出來 小雞對母雞的失望 對蔣萬安恨鐵不成剛 你怎麼弱成這個樣子 真的我每次來都是聽到 他們在講 哎呦 蔣萬安應該要怎麼選 應該要怎麼選 那蔣萬安其實也是 這樣七嘴八舌 被大家教他要怎麼做 所以蔣萬安就越來越不像自己 他本來就是很斯文的一個人 你們都教他做 要演成一個土匪 就不像 他每天要罵人 你就不行啊 我認為蔣萬安就是這樣 也不知道聽誰的 大家都指責他選得不好 所以這樣看起來的話 才會有造成黃珊珊的現象 如果蔣萬安夠強 怎麼會有黃珊珊的現象 那會不會棄保一定會有 那我們也不希望有棄保 那會不會棄保 其實最主要 就是柯文哲要解決的問題 為什麼是柯文哲 因為如果黃珊珊被放棄了 很徹底 那柯文哲怎麼辦 就不用選了 對啊 柯文哲就不會有未來了嘛 黃珊珊等於代表柯文哲出來選舉 所以如何不讓黃珊珊 被徹底的拋棄 那是柯文哲的事 但是我們現在看起來 國民黨很清楚的認為 黃珊珊的票就是會 會吃到蔣萬安 所以他們希望黃珊珊的票 越低越好嘛 我剛剛聽起來 國民黨不管誰來講 都有這樣一個認同 當然 所以相對對我們民進黨這邊來講的話 只要黃珊珊保持一定的選票 那民進黨就有機會當選 這沙喀都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為什麼 為什麼陳時中就是會 會跟柯文哲兩個會產生一定火花 那柯文哲在罵蔣萬安的時候有沒有看到 他其實是面帶微笑 他就是要這種局勢嘛 他就是要主導跟陳時中一起來打這場 這場臺北市的選舉嘛 因為你認為 柯文哲會覺得黃珊珊可以當選嗎 你覺得他也不覺得會 不可能嘛 不可能嘛 其實只要頭腦正常都知道黃珊珊不會當選嘛 但是他不能票不能太難看 同時要能夠把民眾黨的議員給帶上去 這柯文哲的目標嘛 其實最重要的是議員 他只有一兩個議員當選啊 就就好像花了種子撒在土地上 這個這以後就會成長起來了 所以所以柯文哲跟跟那個陳時中 這火花一定會越來越強 那陳時中當然也知道 也知道怎麼打這種選舉嘛 同時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種選舉的節奏 現在是陳時中在在引領議題 陳時中大概都準備了 所以剛剛原住為什麼講說 他覺得蔣萬安 應該要每天拋一個議題 某種意思也是說要帶領議題走 而不是跟著別人的議題被賭賣 雲哲也看得出蔣萬安很爛嘛 沒有 意思是大概這樣子 一個網路公車 網路公車你真的就講清楚嘛 預約公車 預約公車嘛 就叫大家SOP嘛 如果你的位置被賺了 如何把人家趕起來 這個要教大家 他就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就是這樣啊 不是這個意思 如果要用責任怎麼辦 沒關係就把柳年政策的想法講清楚 那現在蔣萬安越這樣子 他越不敢談公共政策 他每次丟個公共政策 特別都漏氣了 那臺北市當然會影響到 會影響到整體的選舉 那剛剛那個 我看袁雲智那給我們看的那個 網路人入記 民進黨少了一席 民進黨現在是六席 六個縣市長 六個縣市長 他那個預估是五個縣市長 那少一個少哪裡 桃園 民進黨絕不允許這樣發生 這桃園是直轄市 第二個桃園市之前就發生一些 一些動盪誤會 現在現在慢慢慢慢平息 所以民進黨 民進黨這個選舉一定要贏 這個選舉不能輸啦 這個選舉輸的就算大輸了 桃園輸就算大輸 就算大輸了 因為原本直轄市的直轄市 原本直轄市被拿走 而且八年執政 對 而且鄭雲智的政績那麼好 這個絕對重兵 一定要去打桃園 但是還好那個 那個其實剛才提到 那個是動態的 因為網路溫度機 就學了網路的溫度 剛剛那個李政浩 有現身說法 來跟我們證明 那個是動態的 例如現在那個夏立妍 他現在也快要出關 隔離快要出來了 等等 其實其實這種這種 這個這個變化 他有點就是說 你政黨支持度也是很重要 你政黨支持度 也會直接影響到 你的你的做候選人 那現在產生一種逆轉 逆差現象 就是國民黨的政黨支持度 是最低的 但是他在很多的地方 的縣市長 看目前的民調 看起來還是領先 那民進黨如果去把這樣的一種 把這樣的一種 政黨的優勢 相對的民進黨是有政黨優勢 那如果把它轉化 回到地方縣市長的選票 所以我覺得未來 未來這樣選舉 就打那個整體戰 就是不管你地方縣市的特質 就打那個整體戰 對民進黨相對有利 那民進黨這樣子的一種整體戰 其中很重要就是臺北還有桃園 你看南部高雄 高雄台南大概勝負一定 但其實沒什麼討論度 所以這樣選舉 未來真的在臺北 我們就要依靠陳志仲 還有柯文哲 我還以為你們就要依靠蔣萬 那桃園 桃園的話 那我們就是全部 我認為民進黨最位選舉的人 接下來很快就會轉到桃園去 不過剛才講說桃園這一仗 因為桃園不只是剛剛 如果照軍選委員剛剛說的話 桃園丟 民進黨就等於大敗 你不管其他地方拿了什麼 八年執政 然後一個直轄市 這樣一個丟掉 創下你自己在中立那邊 桃園這一仗 而且有人常講說 這一仗如果 如果誰丟 那個黨主席大概都不好過 桃園在裡面 如果桃園和臺北民進黨都輸了 然後這個時候蔡英文坦白講 就已經提前跛腳 然後整個民進黨內部 面對一個重挫 當然不會有大亂的問題 但是恐怕通通就會信賴臺灣 所以信賴臺灣 就是信賴臺灣的這個狀況 就會出現了 林委員你的角色就會更重要了 但是如果臺北贏了 桃園輸了 那東西還是會有影響的 會影響到哪裡呢 就是鄭文燦怎麼辦 那鄭文燦的下一步會怎麼辦 那鄭文燦如果沒有下一步 因為如果桃園輸掉的話 鄭文燦可能他的政治前途 就要暫時就要再陳前一陣了 所以鄭文燦這個是有個狀況 如果桃園贏了 臺北也贏了 那整個蔡英文的自信心會更強 英系的自信心會更強 所以這時候信賴臺灣的牌子 可能就要先收一下 那可能是陳建仁啊什麼的都要出來 所以這個牽動是很大的 可是這裡面就回到鄭文燦了 那鄭文燦現在就是桃園這場戰爭裡面 一個核心的 所以在南桃園很多人都問 到底是就跟臺北一樣 有沒有第三號候選人 第四號候選人 所以第四號台北是柯文哲 桃園會名是鄭文燦 尤其在南桃園這邊 所以這個鄭文燦的角色 可是這裡面呢 桃園的麻煩在哪裡 麻煩的在就是 鄭文燦必須讓人家覺得 你有未來 因為桃園太多的時候 桃園其實沒有那麼大的派系 那很多的地方上的系統 人走查樑 所以你看到吳志陽走了以後 朱立人離開了桃園以後 在桃園就沒有影響力了 所以如果可是 如果你鄭文燦有未來 比如說蘇貞昌真的就是 功成身退了 就是鄭文燦的未來 那桃園的地方派系就覺得 我挺你鄭文燦 我就等於挺鄭運鵬 那將來你鄭文燦 在整個照顧的時候 中央資源會照顧 可是如果你鄭文燦沒有機會 那我幹嘛要挺你呢 人走查陽 我跟鄭運鵬 雖然我跟你鄭運鵬也算認識 但是鄭文燦比較熟 所以其實桃園的現在變動 可是在變動裡面呢 更複雜的問題是 鄭運鵬現在碰到一個狀況 就是當你原來兩個都空降的 所以原來桃園裡面 本來有北敏南克 南北八連輪流執政 這個東西被打破了 可是被打破之後 反正張善政就是那個樣子 可是鄭運鵬是屬於北桃 鄭文燦屬於北桃 所以南桃現在會是一個核心的焦點 而且是一個核心的焦點 這核心的焦點就是 尤其是南桃那邊 是中清會系統為主體 而中清會系統為主體 你要怎麼樣 在九十九天之內 拉攏他們的心 所以鄭文燦的淵源 鄭文燦 可是鄭文燦的淵源永遠有個背書 這背書就是十一月二十二月二十五號之後 鄭文燦還有一席之地 如果鄭文燦沒有一席之地就很麻煩 所以說桃園現在牽涉的 不只是信賴臺灣 還是不信賴臺灣的問題 而且還牽涉到是鄭文燦 你到底在明年的內閣 如果有改組的時候 你是什麼角色 OK 現在看到桃園跟臺北之戰 如果你把最近的一些選戰 或是旁邊大勢的一些的氛圍 不只是單純一個地區的事物 譬如說 好 你說建本在營舊的事情 譬如說你說夏立岩 到中國大陸去的這些事情 正好請問一下 藍營最近有一個動作 你們大家都在講說有棄保的動作 或是說黃珊珊會不會搶到藍營的票 或是夏立岩到中國大陸去 然後你們說會不會芒果乾又出來了 綠營會不會抗中保台又出來了 8月23號講完他們要去 8月23號砲船大家都知道嘛 要去辦一個升旗 升旗裡面包括趙孝康他們什麼 全部都要去 而且他們打一個口號就是 保國護民跟抗中保台之間 兩個人之間的對抗嗎 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說第一個 當然抗中保台一直是民進黨最擅長的 而且是民進黨每次選戰一定會用 而且有有效的拍 可是問題是國民黨現在好像想出一個新招 叫做保國護民 你看保國護民這個升旗典禮 中華民國營起來 在八月二十一號在升旗 那其實就是八二三砲戰對不對 然後這邊另外還有這個全美同鄉會 他也在九月也辦類似這種和平奮鬥 救中華民國 也是邀了非常多藍營的同志 羅志強張亞中 注意了我是不知道為什麼要彭文鎮 怪怪 保國護民也是在這 這意思就是說 你們民進黨可以抗中保台 我們國民黨可以保國護民 但是我覺得這路子是不是對 我覺得是對的沒有不對啊 可是每一次我在國民黨坦白講 很久到現在都跟國民黨互動很久 國民黨每一次反共就反一天 反八二三砲戰那一天 每一次八二三砲戰的時候 他們就一定會去升旗 一定會去鞠躬 然後一定會唱國歌 然後甚至趕快趕快一點 還跑去金門 跟金門縣長楊正武合體 然後一起去可能是鍾列詞 或等等的 然後去表達我們中國 國民黨是可以捍衛台灣的 可是問題是你每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只演一天不夠啊 那大家會看的是你另外一天 你另外三百六十四天在看什麼啊 你另外三百六十四天是在派夏立言去啊 你另外三百六十四天是跟 這個大陸事務部組的領主家 在談九二共識啊 然後是這個洪秀柱去新疆啊 去完新疆後說新疆人在唱歌跳舞啊 一片和樂隆隆啊 就是大家會看一個政黨行將 應該是這樣子看 看一個比較完整的圖案 而且八二三那一天夏立言還在中國 對 不過剛講說 藍英在八二三要辦的這個升旗的話 軍縣委員直接問一下 因為蔣灣就 一定是蔣灣為主嘛 因為希望能夠拉抬 包括他這一招 在這個時候 你可以看到 包括他們喊出來的口號 某種程度算不算是 其實一時三兩 第一個 蔣灣他們喊這些口號 黃山那個地方 要拉藍營的票 告訴所有的人 他是正藍軍 所有的官你是深藍或淺藍 所有的藍 我是正藍軍 OK這是一個 第二個 他們用的那個口號 正好 麻煩拿一下 他叫做保國護民 保國護民 好他們用保國護民 要去VS所謂的抗中寶臺 因為當一個軍演 一個什麼什麼的 那個抗中寶臺 或夏立言要到中國大陸去 夏立言去中國大陸 一定又會被 然後最近綠營的人 就一直講說 這個時候你們是不是要去投降 類似這些 好他就跟你講說 他要降低這樣一些氛圍 把夏立言的衝擊降到最低 第三個軍演這次造成所有這些 他用一個保國護民 意思就是說 你抗中寶臺 喊成這個樣子 因為國民黨的民主黨 黃建林就直接講說 抗中不一定能寶臺啊 意思說你喊成這個樣 結果老共軍機來 把大家弄得動盪不安的感覺 那他們能夠做到保國護民 要去做這樣一十三鳥 用這樣往下打 你覺得選民會 會覺得你辦一個活動 然後我就相信你國民黨 現在開始要調整路線 因為你要保台 你就一定要反共 國民黨會反共嗎 夏立言還在中國 對 夏立言到底會不會去見一些國台辦 或什麼的話 或是視訊 大家也在看 我們也等著在看 看他出關以後 會有什麼樣的表現 好 那其實這是國民黨 長久以來的問題 你如果說服台灣人民 那你跟共產黨到底什麼關係 其實這個是長時間的一個能力 北極 國民黨以前常說 你給我戴紅帽 你給我抹紅 其實都是國民黨自己抹紅自己 在這個時間點 大家都知道 柬埔寨不能去 中國也不能去 你夏立言跟跑去柬埔寨的人 有什麼不同 都告訴你不能去了 你還跑去 對不對 極愚蠢無比 但你現在去能彈出什麼東西 我創教寫個文章非常好 你要對談 就相對的要有一個平等的基礎 互相尊重的基礎 你才能彈嘛 所以我認為 如果你越辦這個活動 那表示啊 表示那個 蔣萬安他知道說 他基本上的這種所謂的 中華民國派有一點動搖 就是大家對於你的 你的那個立場的一個問題 不過啊 這選舉不是一個活動就可以 就會改變了 因為尤其這種先是長的選舉 現在開始的一百天內 尤其選民到進去 蓋下去 最後那一刻才算數 所謂的棄保 基本上啊 他不是理性的思考 就是一種感情的投射 我都討厭他 喜歡他等等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戳中複早的選舉 但重點是你 你辦這個活動 下一個 你如果是因為有節奏的 我要怎麼樣 所以我現在八二三先辦這個活動 那接下來我要打 我要打什麼樣 看起來講萬不是啦 OK 可能是那天日日翻起來 這天八二三 不然要辦一個炮戰紀念日 他現在下面一個活動 一定沒有連結啦 一定會跳動 所以或者是說除了他辦那什麼 網路訂公車 就想到八二三 這不可能嘛 所以如果你只是突然間想著 昂花一現 然後你後面後面的步驟 其實一樣是像以前那麼混亂的話 幹力活動不會有扭轉選舉 一句話 林志堅你可以視為民進黨把它拆炸彈 是 夏立元先不要講 光是林主家這件事情 你要保國護民沒有問題 你要反台獨沒有問題 國民黨要堅持九二共識可以 可是你都跟對方視訊呢 軍演有沒有講過一句話 軍演能不能在對面國台辦的活動裡面 講一句話 不要軍演不要這樣子搞 反對軍演不要用恐嚇的 國民黨現在有沒有辦法講這麼一句話 這句話如果沒有講出來 你辦再大的八二三 還是你本台口袋裡面的票 中間選民怎麼看你 你搶中華民國 蔡英文搶中華民國是搶 不是搶深綠的票 中華民國過去從來不是民進黨的票 中華民國你要搶回來你才有救 可是你只會講反台獨 只會講九二共識 你怎麼搶得到中華民國 你對軍演一句話都沒有耶 我就講一次喔 國民黨現在要拆炸彈 你的問題在哪裡 對軍演 你都已經到了對面了 你連一句話都沒有 現在一個就是大陸 國民黨大陸事務部領主家 然後跟劉潔一世視訊 已經在國內大家討論的廢話上 接下來夏立言 夏立言到底會不會出關以後 會不會也跟國台辦的一些官員之間 因為要出關 要去大陸以前好像我記得 他講說不會到北京 然後也不會見一些的高官 當然有時候客水主便嘛 那要看他們怎麼安排 那可是這些 那些如果只要有這樣一些接觸 會不會回來又變成另外 另外一波 就是你不管辦 剛才留言講 不管辦八二三炮戰 辦什麼什麼 辦再多 跟這個比較起來都會被抵消掉 生活還複數 這個夏立言啊 林主家在大陸幹嘛 一定都是影響到我們選舉的人啊 其實要選舉 他也知道啊 他也知道啊 所以他忍辱負重 就是說我們要選舉人都知道了 就是說地方選舉其實你就是好好的服務嘛 然後提一些政見嘛 去爭取市民的認同 兩岸關係其實不會是我們這次選舉的重點 可是兩岸關係會成為我們選舉的干擾 那所以講萬安為什麼之前 一開始他被媒體問到的時候 因為他也搞不清楚狀況 所以說哦 去關心人家台商很好 結果後來發現說 好像不是只有關心台商 好像還有一些交流 他也改他也改口了嘛 就是他其實是降低干擾 所以剛剛 鄭浩講的什麼保國護民國動 你講這個不然不溜啊 保國富民國動 我覺得他不是為了這個加分啊 他是辦這個活動去抵消 就是夏立言領主家在那邊的通緝 是抵消啦 我覺得你比較像是忍辱負重的那一個人 你今天每天幫夏立言辯護說是忍辱負重 他就說啊 我就是說我跟他不一樣 我是反共的 你們選舉的時候禁責要切開 要投我講萬安是講萬安 那夏立言是夏立言 我覺得他只是想要達到這個效果而已 那當然黨中央的說法說為什麼要去 就是說哎蔡英文也有對話啊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對話 不然就不然就是講說這個 反正有一套說法 但我覺得大家也不會很認真去聽 一般人也不會去 不是因為人侯友一如秀燕 第一時間也都跳出來講說那個時間 你的對話絕對應該 但那個時間要挑著看著嘛 對啊 所以是要選舉的人的調調跟黨中央是完全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黨中央都沒有講清楚 到底去幹嘛 其實真的都沒有講清楚 第一時間 但是你這樣講 講中央又死一次 沒有沒有沒有死一次 他應該在 忍辱 就是為了那個中華民國好 在正在進行一個很重要的計畫 但是沒有告訴大家 所以我們自己的 等人都沒有說服 你要說服全台灣 就是 其實我覺得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去應該是沒有想要公開啦 不可能啊 因為你要申請啊 這個消息是怎麼曝光的 都是好像一個 某媒體是跑陸委會的記者 都把他寫出來 連續兩三篇都是 跑陸委會寫出來 所以這應該就是陸委會放出來 你要到陸委會去特急件申請 怎麼可能不曝光 對啊 而且如果不曝光 就去也沒有意義啊 共有曝光啊 就是私下一些交流啦 保護台上 你看林主家的視訊 就是央視把它曝光的 你知道林主家的視訊 新華網做多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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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政治人物 你要從政的人 你一定要有一個政治能力 這個是 這個連ABC都算不算了 而且你從新華網 央視裡面的角度是什麼 就是來朝勁了 你就是國民黨來朝貢了 央視還特別安排李鴻 播這條新聞 對啊 就是李鴻 各位觀眾大家忘了李鴻是誰 就是在電腦的 海霞論壇的時候 直接在節目上說 國民黨是要去 那個人是來投降的 對對對 結果後來因為這個樣子 國民黨後來 王金平他們後來就不去了 鬧的整個鬧成這個樣 對當時就是他在節目上講的 OK 不過我覺得因為 九和一選舉還是投 還有就是我們這次九和一選舉 不是中央大選 九和一選舉投的還是市長個人 那像我們新白來講 侯友宜就馬上就說 他覺得有待商圈 聽著說物語評論 來來來 放下 其實我們看到 本來縣市首長 跟兩岸什麼有關係 可是我覺得 賈王安自己把它提升了 你看國旗 這像選市長嗎 這像選總統吧 而且台北市長的下一步是什麼 就是總統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的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 請注意他是聯誼 他跟那個全美台灣同鄉會不一樣 台灣同鄉會是挺綠的 聯誼會是挺藍的 所以他找誰 他找張亞中 找這些都是 找這個羅志強 都是深藍的 那我必須要講 他這個和平奮鬥救中華 這是用孫文的遺言 和平奮鬥救中國 改成救中華 我覺得用一個遺言 來作為一個活動名稱 到底好不好 我看是蠻帶衰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今天保國護民沒有錯 沒有人反對保國護民 但是你要怎麼保國怎麼護民 國民黨的說法就是說 我們接受九二共識 我們跟對岸維持和平關係 這就是保國護民 那民眾知不知此 那民進黨就說 我們要強化國防 我們要有跟中共對抗的實力 我們才能夠保國護民 所以到底哪一個是 能夠吸引中間選民 但是所以你看到 就林祖嘉在昨天參加這個 跟這個劉潔一進行會談 這個所謂的兩岸關係研討會 他講到國民黨支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 這八個字 這八個字我必須講 這是過去國民黨一貫支持 十幾年來沒有改變 他講也沒錯 可是問題是中共 對這八個字的權勢改變 他講到國民黨支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 這八個字 這八個字我必須講 這是過去國民黨一貫支持 十幾年來沒有改變 他講也沒錯 可是問題是中共 對這八個字的權勢改變 他的九二共識是什麼 二零一九年一月大家知道 習近平已經把九二共識 等同一國兩制了 然後香港的一國兩制 已經變成一國一制了 所以九二共識 在中國來講 多多台灣民眾來講 已經變掉了 國民黨還在講過去的口號 難怪會被人家弱人口實 所以我覺得這是國民黨 目前的困境 不過現在看起來的話 這些事情當然 你想對國民黨來講的話 再次選 連朱鈺人主席都講說 這對選戰 當然會有一些影響 可是為了台灣好好 不管各自各方解讀 或是怎麼樣 可是另外一個方面來看的話 最近柬埔菜 所蹦出來的 這所有詐騙 所有人送貨到了緬甸 KK園區這麼令 害人聽聞的一些事情 這些事情 對現在來講的話 那包括對執政黨來講的話 在這方面 處理的到底怎麼樣 那從昨天到今天 原來之包括國民黨的三個委員 吳斯萊爾委員 他們三個委員 然後到柬埔菜區 就一個人回來 在機場 在機場也有爆發一些衝突 而且這個過程裡面 包括一些網紅啊 或什麼 因為這個俊正委員 大概感受最深 因為你在研究的過程 也著力很深 可是中間也要透過一些網紅 可是為什麼那個網紅爆 結果後來現在 跟外交部之間直接槓上 對因為這個網紅 其實他之前 就一直在營救 我們一些國人 到國外被被扣留 然後回不來的一些經歷 不只是只有柬埔菜 還有杜拜 所以他的那個影片 在網路上 其實也都蠻紅的 然後多次提出這樣的一個呼籲 就是說要關注這個事情 但是外交部第一時間 其實不是去正視他的呼籲 而是去打臉他 說你這個 說你這個叫做這個 以兒傳兒啦 不要以兒傳兒 要避免誤導國人 就是跟這個網紅 打臉這個網紅 那這網紅就生氣 然後就說 拜託我這都影片為證的啊 然後他甚至於 弄了一個影片 去連線他曾經營救過的 一個一個林先生 這個林先生就是本來 被扣留在杜拜 然後他連線那個林先生 直接問林先生說 請問一下你在杜拜的時候 我有沒有幫你 他說有 那我有嗎 叫你去聯絡當地的使館 他說有 那你狀況怎麼樣 林先生說呢 我聯絡使館啊 使館都不理我啊 我打電話去呢 他說不好意思喔 我們不能幫你辦臨時護照 然後呢 這個林先生呢 他還跳樓 就是跳出去 跑到使館去 然後碰到一個人 跟他說 哎我要找一個馬鈴士 然後那個人就跟他說他不在 那其實說他不在的 就是馬鈴士 這是他指控的啦 所以這個外館呢 根本幾乎就是在這營救事情上面 是非常的蠻憨的 非常的不積極很消極 就是推演色澤 這都是影片為證的 然後結果呢 外交部居然可以講說 不要以而傳而 避免誤導國人 然後還甚至於講說 外館有急難的救助的政策 都會幫助個案 你這不就是被打臉嗎 然後結果呢 這個事情 這個燒起一陣風波之後呢 民進黨居然獵巫這個網紅叫做好棒棒 網紅好棒棒 誰呢 有一個人叫薛順文 哇他把那個好棒棒 講的好難聽喔 他說他外表醜陋啊 內在又垃圾啊 這噁難啊 憑什麼罵外交部啦 他說吳釗燮光是一個膝蓋骨啊 貢獻都比他多啦 然後又說什麼 他哎呀這學歷應該是社會大學 他又污辱人家學歷 然後又歧視人家長相 然後把人家內心講的很邪惡 結果用這種方式去抹煞人家的貢獻 結果呢 結果發生什麼樣 結果發生林志堅那時候一樣效果啊 因為林志堅那時候被台大判定 那個論文案是抄襲嘛 結果民進黨下令挺林志堅嘛 然後去對幹台大嘛 雖然後來他們否認了 可是大家感覺是這樣 那結果現在呢 民進黨這個這個薛順文 他是民進黨的社群部的副主任 他去對幹這個網紅 結果怎麼樣 這個網紅的網民 全部來罵這個薛順文啊 就說那怎麼樣嘛 人家至少有在做事啊 人家親自組織資源啊去救人啊 那你們呢 你們政府在幹什麼呢 然後結果昨天 我們那個立委三個欄尾嘛 就是洪夢凱 然後鄭正潔跟吳思淮 他們到柬埔寨 救了一個19歲的小朋友 回台灣嘛 一出來呢 那個航警局呢 大陣仗的要把人帶走 那當然那個立委呢 就不願意嘛 就你大家不是犯人 你平時我們可以把他帶走 就衝突 那民進黨就在網路上帶風向說 欸我們要去協助他 去偵辦啊 瞭解他為什麼被騙啊 為什麼不行 你們來委會阻礙辦案 然後洪夢凱說 在現場 那個航警局都不是這樣講的 一開始說是上面交代把他帶走 然後再來又是說 我們要保護當事人把他帶走 後來又說防疫規定把他帶走 說法前後不一 那這個就是侵犯人權嘛 所以現在的網路的風向就變成說 發生柬埔寨這個事情 民進政府應該要做事啊 就你政府不做事 你反而在欺負做事的人 那那這個這樣的風向 這個民進黨 我覺得會出現像類似林志堅 那個臺大的事件一樣 OK 因為最近委員 很早我就有注意到 包括你有去研究這些 可是後來出現的這些 會不會把前面做的一些努力 整個都抹殺掉 這個事情 一般民眾是高度關注 很多人都有那種感同身受 我覺得在民眾之間的討論度非常高 那這當中的訊息也非常多 當然有很多都是錯誤 甚至是假的 但是確實有很多的國人 被騙到柬埔寨去 那這些詐騙其實 他原本都是從中國騙 大家知道柬埔寨其實是一個 沒有法制的國家 那中國在那邊勢力非常大 尤其中國的黑幫勾結 其實兩邊的官員黑幫 那個是非常混亂 但是因為中國政府發現到 有太多中國人被騙去 所以現在中國政府 完全把那個線給砍斷了 因此他現在找不到那個來源 就騙到臺灣人來 那政府當然要想辦法去營救 但有一點確實也是事實 你在東東亞那種那種幾乎是叢林世界 你在沒有邦交國之下 尤其柬埔寨又是非常非常親共的一個國家 你很難有一定的施作力量 因此我認為政府應該要窮盡一切方法 總是有一些已經救回來的 那應該瞭解到他是怎麼樣得救的 像我曾經有跟一個被害人 他確實是透過一個網紅 網紅在當地上他有一些關係 找到當地的省長 真的就把他救回來 這個也是一個案例 我甚至認為說我們官員 就聘這位省長當顧問 反正我們也沒有辦法救 簡單講先窮盡一切方法 把人給帶回來 否則的話 現在剛剛袁子也自己承認 有人在帶風向說政府做不到 政府都做沒辦法 我坦白講 政府能夠做的都是間接 就是說你在政府 在當地我們基本上 是沒有任何的外交事的能力 都只能從越南 胡志明市 或者從泰國這些這些來 當地甚至找一些非官方的 像台商等等這些 像網紅也不要小看他們 我是覺得當時 確實對於這些人 他們有沒有協助 搶救一些人回來 不應該直接就否定 你講這樣就比較客觀 因為你再怎麼講 有人願意幫忙 那你不管說 你說你就是個網紅 你要去衝你的流量 我不管有沒有那些 但人家就是有幫忙這些 或是人家有幫忙 不管有沒有實效 你就感謝就好了 第一個 所以後來喔 那如果我看的資料 沒有錯的話 那個就是好幫忙 他是前面講說 那要研究啊什麼什麼 結果後來是外交部出來的 那個新聞稿 說不要以而傳而 誤導國人以後 他火大了 所以才會出現後面的 那個靈性受害者 然後他跟他連線 然後後來出來的是 我看到那媒體上報導 是他們連我們駐杜拜 各位現在大家都知道 有五個國家 其中杜拜也是其中一個 我們現在知道 可是我們的駐外單位 不應該是現在才知道 我們的駐杜拜的代表處 發的那個 就人家跟他講說 我要求救什麼的 他發的告訴他講的 就跟我們現在聽到的故事一樣 顯然我們的代表 第一個 當地的公司應該不會去扣你的護照吧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發這個什麼 離職護照給你 那你應該要什麼 這等於是完全不辦 好 駐外單位是這樣 回來以後 到底是誰給外交部的那個訊息 叫外交部發了這 這麼一封的新聞稿出來 不是 要出來不是今天外交部的發言人 歐家恩出來說一個 那真的謝謝他 大家對感謝援救 事情就算了 這表示我們所有駐外的這個系統 是不是應該要檢討看看 到底什麼事 而駐外發回來的這些訊息 是不是也應該看看到底是誰給那個單位 如果今天不是外交部自己出來 講了一個媒體都用自己打臉 然後自己大逆轉 然後說感謝人家 那我們現在還是不知道到底過程發生什麼 這個態度上面總是應該要改清 講清楚 不是外交部一個發言人出來講說 謝謝 以前的事都當沒有 因為這表示我們的駐外單位 對於我們到底能夠援救多少 你到底盡了多少力 大家不知道 我不要說我們這政府沒有做事 這樣不公平 可是你做了多少 大家真的不知道啊 其實這些官員喔 他們可能真的完全不了解 不了解這些事項 但是 既然有還是有一些案例有救回來 應該要去了解到 他們是透過什麼樣的管道回來 例如我接觸的這位被害人 他就是有跟這個棒 跟好棒求助 他確實就是一個得到他幫助 我說那他怎麼幫你 他就跟我講 其實這就可以當做你的一些參考 我認為駐外的官員 有沒有受過相關的這些訓練 不了解說 當你遇到 像這種人失蹤 或者被失去行動自由 那你如果把他搶救回來 等等 我不知道目前的所謂 現在的狀態小組 我認為比較有 他現在已經成立一個 好像是六聯小組 在胡志明市等等 不管如何 政府現在趕快加緊這些工作 我不知道目前的所謂 現在的狀態小組 我認為比較有 他現在已經成立一個 好像是六聯小組 在胡志明市等等 不管如何 政府現在趕快加緊這些工作 例如他現在做一個 普查 凡是出境到柬埔寨 沒有回來的 好像有四千多位 他是每一個都去問 跟家屬 跟臺灣的關係人 失去聯繫的 好像有兩百多人 就是後來他們也報案 那現在搶救回來的 那到底他們怎麼樣回來 我認為確實必須要去了解他們 因為每個樣態都不同 那我還有另外那些立委 帶回來的 我覺得這個委員要講清楚 因為每一個類似像這樣 案例回來的 那警方一定有SOP 他有一定的處理程序 你如果因為你也不曉得 這個人是被害人 或是他是關係人等等 那你的處理程序標準是怎麼樣 是直接就就 也就是說就算是立委帶回來的 也不能有特例 不能妨礙到辦案 但是如果 如果你只是因為這些 他這些人是立委帶回來的 你警方就會多做一些動作 那這個當然就不允許 目前警方的講法是說 從之前每一個帶回來的 他們都是尋相同的標準 就是會直接去了解他 他的身份 他的狀況等等 不是說因為是這些立委帶回來的 才會想要去把人給帶走 相對的 那就算是立委帶回來的 也必須要按照警方辦案的 這個程序 不能妨礙到這個相關的辦案事情 正好請問一下 其實這件事情在網路上面 就幫忙或什麼這些 你光他一個影片 影片大家流傳 傳閱這樣就三百多萬次 你可以知道他的影響性或各方面 這些對於包括未來大家 對於選戰或各方面 他會有什麼影響 光這件事情 你自己看到 不管是民間或政府之間 你會怎麼判斷 我分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民進黨政府 或是說現在的政府 或是說民進黨支持者 有一個心態就是說 好像不太喜歡被人家分功勞 就是說這件事情 當然是政府該做的 可是如果有其他人做的話 是不是就代表說政府沒做好 所以其他人可以有著力的空間 我說是不是政府表現差 讓人家一步 所以說好像民進黨支持者 不見得是政府 我持平的說 不見得是政府部門主動發佈 可是有些時候是支持者 自己就會這樣去捍衛 可是我覺得這不對 我先講這觀念是不對的 就是台灣應該說民主社會 本來就是一個社會網的概念 有些部分政府可以做 不足的部分民間來協助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合理的概念 比如我們小時候買郵票 也是這種概念 對不對這是熱心郵票 我們來協助政府做不到的地方 還有一些地方的服務也都這樣 可是你看到從那時候買疫苗 好像就有人攻擊說 你為什麼要買疫苗 政府已經買了 可是問題是 就是政府疫苗還沒到 比如說賈永捷捐那個呼吸器 也有人說 你捐那個剛好在分裂台灣 那時候賈永捷出來流眼淚或什麼的 又或是這是救人 其實我覺得 對我的觀念很簡單 我當然知道這是外管責任 可是我也知道地方很大 一個外管做不了這麼多事情 我也可以體諒柬埔寨 侯申政府跟中國很好 我們台灣的外交部 能夠插手的很 也很少 因為侯申政府 就是跟中國很好嘛 那在這時候 有些民間的力量 來去介入 來去協助 我覺得真的沒有必要 就是去把他們打擊 他提醒說他是耳男啊 什麼什麼成績 因為正好這件事情 是第一個發這個文的 好啦 偏偏他有民進黨 網路中心的副主任 像這樣一個問題 然後後來是被網友 大家你知道 網友太厲害了 他就會去搜這些 而且剛講那個 其實當外交部 發出那個新聞稿的時候 顯然一定是有人 傳信息給 告訴他們是這樣 那為什麼要這個樣呢 你問一下林俊健委員 就知道林俊健委員都說 他自己接觸的那個 也說這個人有幫忙 就像你剛講的心態 有人幫忙都好 我們的外交處境真的困難 你幹嘛去發那樣一個 一定是有人告訴你 這樣一些訊息啊 對所以說我剛講 有些還是綠營知識者 就是說愛屋幾乎 自發的把民進黨辯護說 你不用多管宣事啊 政府會搞好 可是這件事 已經上升到 一式民進黨 網路部的副主任 黨工了嘛 第二件事情 外交部發新聞稿 工部門出來嘛 那這件事就很嚴重了 就是說他們已經 不是怕被搶功勞了 他們覺得說這個事情 做不到位 能力不夠 可是我覺得其實 你去感謝他 然後你好好 跟大家來解釋 紅燦政府 真的沒有那麼 那麼的好處理 他是沒有辦法尋求 一般的外交管道 來去做協商 我覺得大家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你去攻擊人家 坦白講 他就算過去有再多爭議 他這件是好事 就是好事嘛 你也不會因為他過去 有太多爭議 然後男女關係不清楚 你也會被捕捕 或等等的 做很多壞事情 你就說這個救出來的人 不是人嘛 所以我覺得是沒有意思 這是一塊 那另外一塊 就是說我這件事情 會不會後續發酵 後續發酵 就變成是說 因為現在還是有很多人 年輕人 主要是還是去柬埔寨 然後前撲後繼的去柬埔寨 那我觀察到的網路的氛圍是什麼 其實當我們說成這樣 你還要去 那你就活該 你就變達爾文的進化論 你被淘汰吧 適責生存不適責 就是你連這個樣子 你都不 因為我們不是極權國家 我們不可能把這些人 全部靠起來 你要去節目場把你靠起來 我們不可能做到這步 可是呢 如果大家宣傳成這樣 宣導成這樣 再去 我覺得一般民眾可以接受 就是說政府沒有 不需要負營救責任 有一點味道在什麼 已經發颱風警報 你還去登山 已經發颱風警報 你還去衝浪 然後浪費資源去救他 很多民眾會不開心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 就是前期前段 我覺得外交部去處理 這個熱心網友的 熱心網紅的行為 這手法是很粗糙 而且不對 我覺得應該要改一下 其實台灣是個 很有力量的國家 我們有很好的企業家 我們有很熱心的人 去做這些事情 大家都鼓勵 第二段是後面 持續發酵 因為擋不住 還是有很多人去 我覺得已經營造到 就是說 有那種民之三雄 偏向虎山西 颱風天海 硬去衝浪 這種味道 我覺得大家民眾 已經大家可以接受說 這種人如果真的去 其實坦白講 也不用太去顧他了 OK 正好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剛才我們講到 那個 萊茵要發起那個 保國護民的這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 我剛剛就講 他好幾個目的 其中有一個 可能是要這樣 因為老共軍演 他可能也要這樣 不是單純這樣 你看 你們一個抗中保台 會不會把兩岸之間 弄得這麼波濤成這個樣 其實老共是真的 你可以知道 他反正就是想要吃掉 我們一定是這個樣 可是這整件事情 包括從當初 軍演一直發展到現在 大概包括這兩天 你看到總統府 有釋出一些的訊息 照片或所有這些 所以其實看起來 老共他真的是想要 我們講第一島鏈 其實他真的 就想把第一島鏈 反正第一島鏈 所有西邊全部都歸他 都歸他掌控就對了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講 因為最近傳出來 中國希望說 把整個第一島鏈以西 納入他的勢力範圍 那第一島鏈範圍很大 包含整個中南半島 包含臺灣對不對 甚至包含日本 第一島鏈 那這件事情 這當然是中國的 這個戰略目標 可是我覺得幾件事情 是不可能的 第一件事情臺灣 不可能投降 第二個日本 不可能投降 日本怎麼可能歸他 再來南海的主島 不可能歸他 第三個對美國來說 如果第一島鏈歸你 你下個就想第二島鏈 你再想完第二島鏈 就想第三島鏈 第二島鏈就關島 第三島鏈就說夏威夷 所以站在美國立場 他不可能會接受 中國這種第一島鏈 以西的這個狀況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中國在這次軍演的時候 美國的態度是極端的強硬 半步都沒有退 從印太沙皇 在周末上周末出來講 說拜登總統指示 雷根號要持續經過臺灣海峽 不是 雷根號要持續協防臺灣 然後呢 美國軍艦會經過臺灣海峽 而且是海跟空都會經過 所以就知道 美國是完全沒有要退這件事情 然後日本在看過中國軍演後 馬上宣布 他的一二四的對艦的火箭彈 要增成一百公里 增成到一千公里 而且一千公里 也要裝在日本的這個軍艦上面 而且裝在日本軍艦上面 他要什麼 對中國做源頭打擊 臺灣也是 臺灣所有飛彈 天空天艦飛彈 全部都在啟動 然後你去看總統府 或國防部最近發布非常多照片 我們F-16全部都是滿載的 遺差 然後空對空 空對地 全部都滿載 加上備用郵箱 簡單講 在中國這部分 我們臺灣也是撐到緊繃 所以我回過頭來談 抗中保台這件事情 或是保國護民這件事情 坦白講還真的不是辦個活動就可以了 我覺得臺灣人民 現在已經可以意識到 或理解到 這個保國護民 除了我們自己臺灣內部要決心 國軍的設備還有戰備 還有戰績要精良之外 還需要跟最少要跟日本 跟美國做橫向的軍事合作 跟軍事聯繫 你國民黨要讓人家覺得說 你有這樣決心的話 你因為你不是執政黨 你大概做不到說主動 讓臺美軍事交流 可是你只好要接受 或是支持臺美軍事交流 或是接受或是支持臺美軍事交流 或是接受或是支持臺美軍事交流 或是接受或支持臺灣軍事力量擴張 比如說買武器或研發武器 那這會突顯在國民黨在立院 常常凍結國防預算這件事情 那當然我不是說凍結就不對 你合理的凍結 有浪費的 你當然為臺灣人民去手下這些錢 可是潛艦國造 那時候動了我覺得就太離譜 等等的 所以我覺得兩邊還是會比較 一邊民進黨政府當內在梨辣 我剛才講過那個柬埔寨 我才罵過 可是再怎麼樣在外交上 可以看到在民進黨政府的執政下 臺美的關係是邁向史無前提的最好 然後臺灣跟美國和日本軍事合作 現在互動是最好的 然後臺灣軍事也不斷在改革 然後很多過去 美國不願意賣給我們的武器 我們也買到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 點點滴滴啊 就絕對不會是大家覺得說 我辦一個活動 然後去哪個眷村升旗 就可以讓人家覺得說 對國民黨可以抗中保台 坦白講我覺得很大一段路要走 其實如果現在回頭去看 當初老共軍演那段時間 可以用金濤海浪185個小時來形容 因為今天媒體上釋出的就是 我們力守那個24海裡的防線 如果過沒辦法 大家就真的就只能對幹 基本上倒不是驚濤駭浪 而是本來那個就是一個正規 該做的事情 但是這個時候特別拿出來 其實關鍵在蔡英文講話裡面 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就叫做 只要中華民國國軍在 安全就會在 其實蔡英文在這個時候 把這個話185小時拿出來 是這句話中華民國 我蔡英文就是中華民國的守護者 國軍就是我在支持之下 他們辛苦了 國軍辛苦了 所以這不是你823去升個旗 還有93軍人節 三軍統賽 坦白講啦 本來整個解放軍這次的軍演 他們就是故意叫做切箱場模式 要把它變成一個新常態 但是呢24海裡 說實話24海裡誰都不能開槍 誰都不能開炮 十二海裡才是靈海嘛 可是24海裡就代表著 我們的寸土不讓 我們不能讓他真正的 逼到12海裡 因為逼到12海裡 就叫兵臨城下了 所以24海裡他就放出來 我們軍艦裡面那個非常對峙 非常近 你絕對不能讓他衝過來 如果你衝過來的話 可能會跟美國一樣 可能會去對撞 或者是 其實沒有公布的是什麼 在那個狀況裡面呢 應該是我們在暗季的海豐大隊 那個熊二的火控雷達 都已經打開了 所以中共也知道 其實這就是回到 其實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 柯比為什麼在8月1號就講說 是有風險 但是不是危機 可是在這個時候 總統也告訴你說 在應付這個狀況的時候 抗中跑台 本來一出這個軍演的時候 我相信參謀總長 一定就在橫山指揮所 一定就進駐 我們這些軍隊 也在這麼快的因應時間裡面 你有11架戰機 我就同樣的軍隊 你有幾架戰艦 我就同樣戰艦 立刻出去 我們其實是做一個防備 這個展現就是 我們一個防衛決心 可是剛正後講了一個呢 有些狀況 真的是我們要去 從這個裡面去面對 一個是蔡英文 你們在政治上就告訴你說 你們不要再去那邊去朝拜 我剛剛軍事長 我的文章是什麼 對話是叫做什麼 對等才能談話 如果你不對等呢 過去的時候 連爺爺能夠過去 那因為是國民黨 是當時最大在野黨 而且很可能拿下江山 所以那個叫對話 而且那個時候 美國是需要中國協助防恐 所以全世界都希望你們能夠對話 不要搞成這麼僵 那現在國民黨呢 連柯文哲都快吃掉你們了 國民黨在台灣裡面 都沒有份量了 然後國民黨有對等嗎 劉潔一要不要召見你 還是由劉潔一來決定 劉潔一在國務院的位階 那還是不是很對等 你夏立元還要在那邊被關了十天之後 還要看看他願不願意在電話裡面 視訊上召見你 這國民黨哪有對等 所以蔡英文這個時候 我其實是告訴你 抗中保台很清楚的是一個 在政治上把中華民國 包含連保會台灣的國軍 通通都吃掉了 而國民黨就完全的不行 另外一個就是講公三 我們在這時候公三 也開始無限高的試側 可是有時候 我會看到那個新聞裡面 我會感到滿悲涼的 為什麼 因為也把三五快炮拿出來 天兵雷達拿出來 你知道我只是在預關三十八期 三十幾年前我在炮兵飛在學校 我就受訓過三五快炮 所以我們有時候一些防空武器 雖然我們有一些天公啊 熊山天劍啊 當你還看到三五快炮的時候 對我這種會操作三五快炮的人來講 其實會覺得我們的軍備 除了那些頂尖的戰略武器之外 戰場武器 是不是希望在野黨也多支持一點 OK 如果我們回到說 所有這些事情 到底對於國內整個政治氛圍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因為最近 大概影響最大就是 櫃姆灘這件事 因為東豪 你很難想像 剛才正好當然正好講說 如果你再去 大家都已經講成這個樣了 機場也好 你說他 你說他怎麼這麼不科學 他在機場 牌子都舉著跟你對話 叫你不要去了 那你還要去 但是換一個講 有很多人說 因為他的花招擺出啊 你有很多時候 你真的不知道 你以為 像這兩天 不是還要講 我們也幫他們講一下 新展銀行 什麼柬埔債分行 你怎麼知道他不是 結果後來 新展銀行出來跟你講說 他根本在柬埔債沒有分行 你說還有這樣的一些訊息 所以他們的花招擺出到 你真的 防不勝防 對啊 新展銀行 是其中一個例子 我自己 最近看到還有一個例子 是用 內科的一個上市公司 內科啊 是內科 然後說他們在柬埔債 要開新場 真人廣告 開四萬五到七萬五 就會有人很高興啊 你就會跟他 跟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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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拉啊 拉以後再跟你講說 在柬埔債工作啊 每年保證幾次來回機票啊 然後四萬五啊 最高可以到七萬五啊 去那邊的新場要蓋啦 人就去啦 一落地就被帶走了 很典型 求職廣告 用求職廣告 而且你一查 還真的有這家公司 可是你打電話到 內科這家公司去問的時候 請問你們柬埔債要蓋新場 那家公司會告訴你 我們在柬埔債沒有工廠 沒有工廠 你如果沒有打那個電話 Check的話 你怎麼會知道 如果打電話 像東話講 你是要自己去查過 那家公司的電話去打 你不能照著他上面 廣告上的電話 你不能用LINE上面的 你不能照著那個打 照那個打 那個是他們內部 詐騙集團轉接的 對啊 這種騙法 不是只有騙台灣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也會騙很多 半島電視台 在四月的時候講說 泰國救出一千七百人 這麼多啊 一百七十人還有一千五百人 還陷在那邊 所以他們到處都在騙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波會用這樣子 跟以前的方式不一樣 因為太多人還被關在中國大陸 2015到2017年的時候 有多少台灣年輕人 因為搞詐騙 包括從東歐從東非 直接送中國 有一些扶刑還沒結束 因為疫情 旅遊凍結 缺人 所以你看這一波 是怎麼搞的 求職詐騙 你進來之後 把你當種子 要你騙誰 騙你的同學 騙你的朋友 所以你看到這一波裡面 有很多是被自己的朋友騙的 今天救回來的那個 那個小孩就講說 他是他的同學 對 或者是很熟的網友 就帶來去了 可是我要講一句話 就是說 也不是所有人都是這樣子 有一些 看到那個東西的時候 大概知道是要幹嘛的 你去了你配合你就沒事了 你去的時候就知道說 怎麼可能只要會打字 保證十萬 因為各種行情都有啊 當然你知道大概是怎麼回事 花物園嘛 就是花物手 那這種狀況之下 我跟大家預告 下一個 有沒有看到誰出手 老共大使館 會跟你講說 我們會幫你們台灣人 已經宣布了 已經開始了 已經宣布了 一定會做這件事情 就是指定你 你在錢股在裡面 你很難 再講一句不客氣的話 現在所有你看到救人的 不敢講百分之百 但很多都要先付錢 那個付錢還要付兩次 什麼叫付兩次 原來詐騙集團 這邊要賺一次 找到節目在官方的人 幫你的時候 這邊也要一次 所以你現在救人喔 是要付兩次錢 所以現在最頭痛的 我在警方的朋友 現在最頭痛的是 事情鬧大了以後 救人的成本再增加 原來詐騙集團 這邊要賺一次 找到節目在官方的人 幫你的時候 這邊也要一次 所以你現在救人喔 是要付兩次錢 所以現在最頭痛的 我在警方的朋友 現在最頭痛的是 事情鬧大了以後 救人的成本再增加 刑事局也不可能 不花錢 能夠有天大的神通 從裡面救人出來 你要拜託人 沿路都要拜託啦 還有現在更麻煩的是 他跟杜拜那邊 因為最近情報災要抓了 他們的情報是 整個詐騙集團 要往杜拜跑 可是你以為到杜拜就結束了嗎 沒有 然後這個過程 不要跟對方反抗 能夠付錢 雖然會貴一點 保平安啦 現在眼前大概只能這樣子 其實這整個過程的話 當然希望從政府到民間 大家都能夠發揮一些 剛剛講 因為能夠回來都算幸運的 要不然的話 你說還有回來 可能都已經是天人永隔的那種 很多 或是你說有器官被災 類似像這些 范老師 最近大家都看到 就講說你如果從源頭看 就是當初老公那個地方 柬埔寨西港 就是他一帶一路的時候 他們希望能夠重點 把它搞成什麼小真正啦 什麼什麼一大堆的 所以出現了很多 人我講說 連KK園區的那個物主 大家都講說 你感覺上 他好像人模人樣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慈善家 慈眉善目的一些大企業家 結果沒想到 是做這樣的一些事啊 那還有一些 人講說 有黑金的幾巨頭 打造了整個西港 那個說話是怎麼樣 對我們現在就是看到 這個叫做黑金三巨頭 那這個是當然就是大家看到的 就是景城集團創辦人董樂成 還有一個富商叫做徐愛民 還有就是這個 應該是叫圖志江 蛇志江 蛇志江 就是蛇 蛇泰君 人家叫那個蛇泰君 對 蛇 他是叫做殺豬盤大王 這三個人 但是我必須要講啊 他們跟官方有沒有合作 這三個人難道 中國對他們沒有辦法嗎 還是他背後有個龐大的勢力 在支撐著 因為我們知道中國是威權國家 我真的要把你們三個人抓起來 把你的家族抓起來 有什麼難的 但是為什麼這三個人依然 很多還是他的黨羽 還在逍遙法外 我不想想這一次 吳思淮 洪夢凱跟正正前 他們去柬埔寨 但我不想他們辛苦 但是這個資訊 我覺得應該是吳思淮 他是接頭的 這對岸可能有跟吳思淮講說 柬埔寨這個洪生總理跟我們很熟 去的話可以達到一個營救的效果 我認為他們也是抱著想要為台灣做事 他們去 但是三個立委到後來只救了一個少年回來 我不需要講 他們應該也瞭解這裡面的複雜程度 就不是可能這個 可能吳思淮接到 因為吳思淮這個 他之前常常去中國 他跟中國關係很好 這個也曾經在人民大會堂的時候 樹立聽這個中國的義勇軍進行曲 所以他跟對岸的確 軍方是有相當的關係 那因此有人可能跟他講 有這個管道 但是這可能只是其中的一條線 那裡面背後有非常複雜 包含我們看到的西港 他變成是一個柬埔寨管不到 中國的勢力好像也進不去 他變成是一個不受控的地方 變成是一個好像是個犯罪的天堂 化碍之地 那我們知道習近平上來之後 什麼什麼部門的官員調馬最多 公安部 公安部的副部長 什麼孫力軍 傅政華 孟宏偉 什麼李東生 四五個副部長 那我必須要講 因為公安部過去一直是周永康系統 就是我們叫政法體系 他是江澤民系統的人 所以是不是習近平也認為說 公安部跟這些境外的 包含柬埔寨的黑島是有勾結的 他們會不會護航 大家不要忘記 孟宏偉當過國安部副部長 他還當過國際刑警組織的主席 國際刑警組織是我中國在掌控 我為什麼對柬埔寨 這個地方我完全沒有辦法伸手下去 包含西港這個地區 你可以剛才講過 這三個人 你可以給他發布紅色通緝 全世界都抓 那為什麼沒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背後其實有非常複雜的 中國高層的包含他們的權力鬥爭 還有就是他們的警方跟黑社會 黑道之間的關係 還有跟柬埔寨之間的關係 所以那個是個相當錯綜複雜 但是我們也看到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過去過去幾年 大家還記得我們從二零一六年到二零一八年 這三年那時候柬埔寨 很多臺灣人被抓 因為是跟中國合作在做這個詐騙 有這些人三年大概 帥起來大概八十幾個人 大家記得那時候嗎 他們是被帶著頭罩 然後帶著手銬 壓到中國的飛機 然後送到中國去審判 因為他們認為說 中國認為說我們中國 受到這個詐騙集團受害很多 可是你們臺灣往往都是輕判 所以就送到中國去 那個時候的詐騙犯 我不需要講 大概都是專業的詐騙 我們不要以為詐騙很容易 詐騙你要扮演角色 然後讓對方受到感動 所以現在的情況不一樣 我覺得跟你們講 現在他已經變成擄人勒贖 他叫你去 而且還希望你吸家帶駿去 他可以來做勒贖 再勒贖不成的話 我就變成器官買賣 所以我覺得這個情況 跟之前那個詐騙情況 又有點改變 所以面對這個新的情勢 但我是覺得有大家各方面努力 大家都要肯定 外交部也不應該這個時候 說別人怎樣 或是說他是什麼別有企圖 怎麼樣配合用政府的力量 當然我們知道是有限的 透過民間的力量 透過台商的力量 來讓這些在柬埔寨的民眾 能夠回來 OK 最後三十秒 我要補充一下 其實並不是說 救那個小朋友 是為什麼無私外 跟中共關係好 應該是說 陣陣前去的時候 他其實手上有很多營救的名單 但是為什麼只救到這個小朋友 因為這個小朋友 很明確的告訴家人 講說他的位置在哪裡 而且他家人好像也有付了贖金 所以才他們就是去把他接回來 他的過程應該是這樣 OK 委員 就這樣 當然你沒有透過當地的非觀光手段 這個救人當然是很困難 很困難不可能 因為西港這個是一個平工發展出來的一個 一個城市 裡面都是特種營業都賭場 甚至是中國的有錢人高幹洗錢的地方 基本上畫外之地 那現在成為一個這麼嚴重的犯罪中心 我認為政府還是要持續的營救以外 那後續包括要用我們國內很多方法 例如你叫航空公司 不可以再這樣飛 原本一天 一週好像是只有三班 現在增加到八班 你想一想 節目在疫情那麼嚴重 又沒有觀光 都封鎖起來 怎麼可能會有航班增加那麼多 本來一個禮拜都去兩百多個 現在一個禮拜去一千多個 這顯然其中是有不正常現象 中國當時怎麼去把他打下來 中國就是第一個 上位級的全部逮捕 然後我發現你在那邊犯罪的 公佈名單 你們不回來投案 我先把你爸媽抓起來 把你去老家給你噴漆 說你是詐騙分子 然後抓你的親人 連中國政府都很難救人 用這些非常難你想像的手段 他才能才就 才把那個發展組織的火焰給打下去 臺灣就更困難 但是我們當然是要窮盡一切的管道 管道還有所有的方法 這個事情甚至要提高到政府最高層級 包括行政院也成立一個 一個專案礦部的小組 要非常嚴肅來看待這個事情 你可以想像在這時候 剛才來賓所提到 老共的國台辦這時候也已經出來放話 就是他們的使館可以幫忙營救或什麼 當然對我們的政府來講的話 因為總是有一些外交的困境 那我們一定會重慶自己的一些方式 包括政府 包括民間有各方面一些的力量 希望能夠再滯留在柬埔寨 然後做送匯的一些國人 或在其他國家有這樣的人 能夠盡快的回國 但更重要一點是 不要再前撲後繼了OK 那有這麼多一些訊息 麻煩也看一下 斟酌一下 非常謝謝現場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謝謝各位面對面 我們下週見 拜拜 我們下週見